欢迎回来 美国性爱邪教团体NXIVM教主雷尼尔卷入性交易风波 把女性徒当成了性奴 还有敲诈勒索儿童色情制品等多重罪名 星期三遭到纽约法院定罪 判处被告120年监禁 以及罚款175万美元 现年60岁的雷尼尔甲介推动女权之名 22年前在纽约创办NXIVM团体 实行一系列心灵成长课程 帮助女性消除心理和情感障碍 实际上将女信徒当成性奴 除了无条件服从教主 还要她们在没有麻醉的状态下 在下体烙印雷尼尔的姓名缩写 沦为谢欲工具 雷尼尔在听众会上承认 自己与同伙犯下性贩运和多宗欺诈等罪行 纽约布鲁克林地方法官 贾若菲斯宣判 雷尼尔虚服120年有期徒刑 以及罚款175万美元 NXIVM表面上是提供 个人及专业发展讲座的传销组织 实际上是一个性爱邪教团体 除了性交易之外 创办人雷尼尔也涉及敲诈勒索 和儿童色情制品等罪行 甚至将魔手伸入美国演艺圈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